混在体制内 谈谈在体制内 工作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一 年轻人 千万不要被学历 能力迷惑住了 有才有德 德才兼备 那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机关单位 人脉 资历永远大于能力和学历 二 有些单位欺生 有些老人欺生 乐观点 有时候他不是对人 就是一种试探和自我保护 放下点面子 可能更能融洽相处 三 打招呼很讲究 比如距离感 隔一两百米 你就点头哈腰 那是啥 遇到大领导 我建议你站路边稍等 让人家先过 面带微笑点头问好 四 多在单位食堂吃饭 可以交换很多信息 我从来都反对年轻人 整天只和自己处事混 我基本上在食堂 从不和自己处事地做一块 五 同事就是同事 再好的同事 也只是好同事 别拿同事当朋友掏心掏肺 非要聊天 就聊聊天气 明星八卦 护肤美妆 专业问题 别聊单位的事 尤其别抱怨 别吐槽 同事能成为朋友 那都是退休以后的事 六 工作后的饭局 都有功利的目的性 要么是笼络人脉 要么是求人办事 而你要明白 自己在饭局中起到的角色 以及自己的目的 不要发起或者参与 没有任何意义的饭局 例如同届同事吃吃喝喝 七 真心希望你好的只有父母 配偶 子女 所以有空多陪家人 八 最重要的是健康 其他都是扯淡 九 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 绘画 摄影 古诗词 书法等等 真正的生活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十 就算晋升无望 也要安安分分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不要撂挑子 不要违法违纪 不要背后说怪话 不要当众让别人下步来台 滴滴调调当个弦于安逸生活 不要去破坏游戏规则 十一 甚毒甚出甚微 自觉抵御低俗风气 在一个人的时候 在寂寞孤独的时候 要管好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不能有任何触格的举动 纪律作风 是一条带电的高压线 如果触碰上了 可能就会触电身亡 十二 别打小报告 别自作聪明 如果对同事有成见 如果发现同事的小动作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跑到领导那里打小报告 如果这样的话 在领导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不能共事的人 十三 千万不要越级汇报 反应问题要逐级进行 越级汇报 体制内的大计 因为 在上级领导看到 你不懂规矩 同时 在直属领导看来 你是个别有用心的人 反应问题 逐级汇报 直接领导无法解决 才向上级反应 十四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也别把自己不当回事 十五 单位的级别决定你未来发展的高度 有机会一定要往上走 十六 别在朋友圈里发抱怨的话 尤其领导是你微信好友的情况下 十七 勤快点 不是坏事 找到单位十分钟 你能干很多事 包括让大领导知道 你是一个勤快的人 十八 第一印象很关键 所以 出入单位 一定要好好表现 十九 当然 也别太表现了 要不然 刚来就拖了一个月的地 之后再也没打扫过 这种印象 反而更加糟糕 二十 不要想着一考定终身 此话适合于大部分考到基层的桶子们 继续学习 努力往上考 这是王道 二十一 别觉得你最能干 地球离了谁都转 别什么活都抢着干 那么最终什么事都你干 二十二 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被挨骂的越多 反之 做的越少 出错的越少 被挨骂的也就越少 你说领导喜欢犯错多的 还是犯错少的 二十三 如果你想当一条闲鱼 完全可以 但我劝你 别做太过分的闲鱼 也要保持对工作最基本的尊重 二十四 在体制内 工作能力不是第一位 社交能力才是第一位 关键时候社交能力决定出路和方向 所以他是第一位的 但是人际关系只能救急 救不了穷 致富依然要靠双手的勤劳创造 即便社交能力能帮你攀登到一个众人艳羡的位置 但如果不稳扎稳打 做几件实事 依然会翻船 换言之 工作能力不能成为短板 更不能拖社交能力的后退 二十五 对分外知识 要学会和敢于说不 更重要的是 善于说不 举个例子 某领导把不属于你分内的工作安排你做 你千万别硬钢 你应该说 好的领导 但是这个东西啥时候要呢 最近我在忙一个什么什么的工作 上面大领导 最好是单位主要领导 乃至上级党政一把手 要求怎么怎么样的 如果您下周或者再下周 才要就没有问题 一定弄好 如果您这周就要 估计我就没办法了 我今晚估计都得加班到十点多吧 大多数情况下 他会去找别人的 他实在还是要扔给你 就接呗 附加一句 我不能保证时间哦 然后托他个把月 他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还没开始弄呢 我这边还没忙完 我抓紧 争取下周一 就开始忙你那事情 在上面有人催他的情况下 他会自己弄 或者找其他人弄不再找你的 关键的一点是 你不会得罪他 所以这一点有一个推论 在任何人面前 你都要告诉他自己很忙 26 眼高手低 永远是通病 在体制内 除了业务性非常强的东西 其他的任何工作 任何人都可以干 27 体制内的大部分工作 都与公文有关 要有一定的公文写作水平 但是绝不是领导离不开你的那种 那样你要么就掉光头发 要么就白了头发 28 任何时候 不要放松学习 不要放松读书 不是读小说 而是要读一些政治 历史 哲学 心理学等等专业书籍 对你将来会有帮助 至于网络小说 少看 29 无论哪个单位 哪个部门 都缺会写文章 会写材料的人 对能写文章的人 单位都是高看一眼 厚爱一分 所以 如果你想获得提拔 那么可以多动笔 多发表文章和调研 30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体制内 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 每个角色有自己的台词 所以 不必把针对你的同事或领导 想得太坏 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发自肺腑 只是在说必须得说的话 31 机关人员要收拾干净 穿着整洁 不留指甲 每天洗头 给人一个精神的印象 尤其是头发干净 千万不要临风飘香蟹 看到肩上有头皮蟹的 我就想动手打人 打扮可以稍时尚 但不要打logo32 对有官职的同事 一定要尊称他的官职 如张柯 刘柯 千万不要叫张哥 刘姐 33 领导在微信群布置完工作 即使他就在你对面 也要回复收到 34 做工作学会汇报 你不汇报 领导就以为你没做 35 不要想着做老好人 关系好的可以私下帮忙 没到那种程度 一定要让领导出面 分配工作 36 做好事要留名 不要做老实人 不是自己的工作学会说不 不然会莫名其妙 加本不该加的班 37 出道机关 一定要先找到单位电话本 尽可能录入手机里 然后花点时间 把每个局处科室走一遍 搞清楚人家到底在哪办公 38 最先认识的 不一定是最真诚的 说话最多的 不一定是最实在的 这个是应该在学生时代就懂了 还不懂就要吃亏了 不曾经认识不认 soft 队